绿大屏剑舌吐槽大会 那么他的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? 李丹父母是干什么的巨蟹? 李丹出生在内蒙古,小时候在场矿长大,父母亲都是老师,后来父亲成为国企中级小营党在场矿工作,家庭情况应该也不差,但也算不上网上所说的富二代。 不过目前李大开办了自己的公司,身家不菲,应该算得上是富一代了吧。 如今谈到父母,李丹笑称,自己小时候特皮,爱了好多奏,这些奏到多数的责任就赖他自己。 男性之间常常因为缺乏语言的沟通,导致完成情感维系比较艰难。 后来李丹和父亲关系变得越来越好。 对此,李丹表示,不是因为他是我爸,而是老李这位大哥,人确实不错,尤其是当他上班脱了冰箱。 这个节目的时候,在打开冰箱们的一瞬间,满满的肉类食品,看着真是让爱吃肉的人满眼羡慕啊。 在何老师拿出肉的时候,李丹就说道,这是内蒙的羊卷肉。 而且说到这些羊肉,全都是他爸爸从内蒙快递寄货来,并不是平时咱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些羊肉。 不光光是这些肉,冰箱中放的还有内蒙特产的炒米和奶酪,看得出李丹的父母真是心疼,一人独自在外闯荡,的儿子啊。 家里的特产是能寄的都给李丹寄了,有着这么爱自己的爸爸和妈妈,想必李丹心里肯定也是很开心的。 李丹的学业李丹注重的时候成绩非常好,每次都能拿年纪第一。 后来高中的时候,李丹和朋友鬼混风啊,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,后来复读了一年,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,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学,原因是觉得这个比较新鲜,李丹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喝酒,那个时候,寝室里的其他人并不能喝。 但是毕业之后,每个人都能喝个几香,李丹笑称这是在广州最大的成就,李丹一直很喜欢文学。 大学的时候,李丹就开始了创作,享受这种写作的感觉,但时常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,干什么都不来劲。 这也让李丹给人一种狠散的感觉。 大学毕业之后,李丹进入北京澳美广告公司工作,再后来被80号脱口秀写段子,再后来就联手池子开办了吐槽大会,引爆了网络。 而他也就此彻底走红,李丹爱喝酒,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 他曾说过,龙石兰喝多了嘴里泛起洗衣粉味,金酒喝多了嘴里是香水,兰姆都渴了分不开了,威士忌喝多了像抽烟抽多了,只有福特加喝多了,就是喝多了。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,为什么人还会痛苦呢? 你纠情的就知道了,李丹是我目前人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有考上名校。 李丹一手打造了20117年现象及网络综艺吐槽大会,名气和事业都如日中天,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成功人士,却把当年没考上好大学,列为最遗憾的事情之一。 其实,李丹初中毕业时考了全校第一,但因为高中受外界影响走偏了方向,疯完了几年。 后来高考只考上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本科,措施了好学校,也措施了最初的不少发展机会,看来台词也并非都是一帆风舍的。 李丹张哨刚之前,李丹就有说到,自己对于张哨刚的印象,起初就觉得他是一位主持人, 但是后来久而久之,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,也很有幽默感,常常在节目中能够化解尴尬。 而且私底下张哨刚对李丹非常关心,曾经告诫李丹不要喝酒,而李丹也听了。 不过现在,张哨刚和李丹现在的关系,也可以说是一对父子一般亲疑了,加上池子三个人在一起非常欢乐。